心耀代表自己內心價值的這個系列 來到天良心 天良心在斗樹裡面 被設定成 神明 或是被設定成老人 或是被設定成說是 上帝所給予你的 上帝所給予你的 我們有上課或是有看我的文章 或是有看我們的影片的同學 就會知道說 我常常講說 我們人生中都要有個天良心的朋友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跟他借錢的話 他會不好是跟你要回來 人生通常有這麼善良的一個人 在幫助你 甚至天良心所在的位子 相對應的生肖 也比較容易會是我們的貴人 比如說你的天良心在五的這個位子 那可能屬滿的就有機會是你的貴人 基本上呢 這就是天良心在斗樹裡面 被設定的基本的概念 我們也因此就會提到說 如果說你天良心做命工的 做財博工的 做福德工的 做天災工的 都比較容易有機會拿到家裡的財產 可能是房子或者可能是錢財 這樣子的一顆心呢 在指揮斗樹盤上面 在指揮斗樹盤上面 在本命盤上面 代表我們與生俱來老天給我們的東西 與生俱來老天給我們的東西 當然在預線盤上面 或是在那個時間點裡面 老天會給了你什麼 比如說天良如果帶著的 加上陸寸 然後在財博工 然後在相對應的疊工跟暗游的情況之下 或是非話的情況之下 有可能是代表沒有領到保險性 那回歸到天良心在本命盤上面 代表我們自己 個性跟價值的部分呢 既然它是一個 願意幫助人家的一個行藥 既然它是一個 把自己當成是一個老人家 然後總是呢 什麼事情呢 覺得想要去管一下的 然後想要去幫一下的 這樣子的行藥呢 那當然 落在我們的每一個 公衛裡面就表示說 我們對那個公衛的相關的事情 就會比較有所關心 那譬如說 天良的人 當他做命工的話 他就是因為他秉實的想要幫助人 所以呢 你跟他借錢 就不用還他 不 你跟他借錢呢 就可以比較容易賴帳 然後他也比較不好意思跟你吹討 那當然如果是天良心做命的人 這一定要小心 如果呢 他是在官路工 那就表示說 他基本上是一個在工作上呢 願意去提息晚輩的 然後願意去 幫助人家 然後願意去照顧別人的人 不過 這個也讓天良心在官路工 或是在命工的人呢 通常都頗為博學 因為他既然要幫助別人 他就要去了解一些事情 所以他就會比較博學啦 然後 對於各類的學問呢 會出類旁通 他如果是在 財博工的人呢 在財博工的人呢 當然就是 一樣是那個你知道嗎 就是借錢不用換啊 不過呢 也因為如此 加上他自己又願意去多了解一些東西 然後對金錢相對來說的不計較 因此呢 這類的人呢 他在金錢上面 大方 然後也會願意助人 有的時候我們會講說 天良心在命工或是財博工的人呢 會有那種小小的那種賭博的性格 其實 其實其實是來自於 他自己內心上面這種 對於錢財的事情 也沒有那麼的在乎跟計較的特質 那再來 他如果是在遷移工呢 在遷移工 天良心在遷移工的人呢 一般都會被人家說是 他會出外遇貴人 事實上是因為 他外出就喜歡幫助人 那你喜歡幫助人 當然朋友多貴人就會多 那如果是在遷移工呢 這個人對朋友呢 都會相當的不錯 都會相當的不錯 那很自然而然 我們講說他在遷移工的時候 因為他是老人心嘛 所以天良心在遷移工 也會被人家講說 他容易跟年紀大的人做朋友 可是其實是因為 他自己對於朋友的態度 願意助人 而且呢 在朋友的交往上面 個性成熟跟穩定 當然這種人就會 容易跟年紀大的人做結交 在兄弟公 爸爸的感情對不對 所以爸爸喜歡老女人 嗯 當然也可以這樣說 不過我們這個談的是 你自己的個性跟特質 這個是我們常看完校講的 很多同學在學抖術的時候 很疑惑的一件事情 老師一個公位 代表意思這麼多 那到底什麼時候代表什麼 其實那個是 因為你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古人他就是一種 可以把一件事情講得越少越好 他那個文字形容越少越好 他就越少越好的人 所以他紫薇朵樹已經是一個 所有的華人命理樹裡面 最複雜的一種人 他寫在盤上最多東西的一種人 他當然就是一個公位 會有很多個意思存在 因為要在盤上面寫這麼多的事情 然後要代表人世間這麼多的事情 所以他一個公位 有這麼多的特質存在的時候呢 那我們怎麼再去分辨他 你就必須要去理解一個情況 他要用一個符號或是一個位置 來表示這麼多的事 所以就表示這個盤 同樣一張盤 它會同時代表很多的含義 就像我們最近一直在談的這個 這張本命盤所代表的個性跟特質 你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就要一直去想 天良的個性跟特質是什麼 你自己的個性跟特質是什麼 你自己的個性跟特質是什麼 所以在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當然就不去討論爸爸的感情狀態 對不對 我們討論的是我們自己 對兄弟朋友的狀態 那一般呢 兄弟公討論的是我們自己的兄弟姐妹 通常這會表示說 我們自己在兄弟之間的關係裡面 會代表了比較是哥哥或長輩的角色 那也就是表示呢 自己呢 會在兄弟之間呢 扮演的是一個比較成熟 會照顧人家的 那有的書會告訴你說 天良心在兄弟公 你比較容易有哥哥 但就像我常說的 在這個年代啊 因為科技 因為避孕 因為各種關係 所以呢 在這個年代在討論 生小孩子 跟兄弟姐妹啊 這種事情上面 其實準度是有限的 也準度是有限 因為古人沒有這個事情啊 對不對 古代就是 平常晚上 也沒有什麼捷運這種事情 也沒有避孕這種事情 要生就生了嘛 但現在不是啊 現在是被控 可以被控制的 那既然可以被控制的 這個部分準度其實不高 我們比較會去討論說 那個是你在兄弟姐妹之間 你希望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樣子 那同樣的呢 如果說啊 你是在 父母公 因為父母公代表是 你看待你爸爸的樣子 或是說你對你父親的期待 或是什麼樣子 看待父親 跟對父親的期待呢 是希望 他是一個可以給予你照顧的人 有父親 或是說你的那個 來自於家庭的 父親的概念呢 是 他是一個可以照顧你的人 那這件事情 會去影射到 尤其是當你的命公 有暗和父母公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會牽扯到說 你自己在對於別人 或是在對於女生 甚至會去影響到 你對你的另外一半的看法 會希望 要能夠是一個 願意照顧別人 然後個性比較成熟的狀況 那同樣的呢 如果是在你的 田宅公 那就表示說 你的家族裡面的年紀大的人 你跟他感覺不錯 或是說 你自己在心情上 個性上 你會覺得 家是一個可以批用你的地方 那子女公呢 代表性生活 你在性生活上面 比較像老人 所以是博學的意思 不是因為他年紀大了不行的意思 一樣他是一個 比較會照顧人的 疼愛笑孩子 飢餓公 飢餓公 就像我們常說的 飢餓公 他代表的比較不會是 自己個性的價值 他代表只要是身體的狀況 那單純就個性價值的部分來講 他指的是 你自己對於你身體的使用方法 跟態度 就像我們之前有講過說 疾餓公呢 如果帶的是那種什麼 七煞 他就對他自己的身體 可以無限量的 無限制的一直要求 那天良心呢 天良心在疾餓公的人 他會比較注意自己的養生 跟身體的狀況 以上是天良心 在十二公裡面呢 影響了你自己在這十二公 你對這個十二公 你對你自己人生的價值 態度看法 天良心呢 就對他所做的影響 但天良心啊 他還有幾個祝賀 譬如說 單一顆星的天良心呢 他有對面是太陽的 對面是天積的 對面太陽這一組啊 他的這種要照顧人的這個個性 因為對面是太陽心 太陽心就是這個爸爸的心耀 他會更明顯 更加明顯的 覺得需要照顧人家 覺得需要去保護別人 但是呢 這邊就會講到說 為什麼有的書會告訴你說 天良心不能畫圈 天良心只要畫圈 有了權力 你知道嗎 照顧人這件事情啊 當你變成全的時候 有的時候就變得不太好 為什麼 因為你要照顧他 通常表示說 你希望他用更好的方式 來做這個事 或更好的方式來生活 可是這樣子的態度 當對面是太陽的時候 如果你的太陽又是望位 太陽 太陽知道吧 從這邊開始 繞到這一圈 是弱線位 那 反過來是望位 如果你太陽呢 又是望位的話 往往就會讓人家覺得太強勢 那弱線位的話 當然就還不錯 那另外還有一個呢 對面是天積的 那天積的這一組呢 天積的這一組呢 天積的這一組呢 天積心是一個變動的星藥 是一個善於有邏輯 然後善於思考的星藥 所以它會用比較一個 取巧或是比較好的方法 去做照顧人的事情 這個組合在碰到天良畫圈的時候 就會稍微好一點 因此呢 天良心啊 可以算是我們 在我們自己的命盤上面啊 我們想要去扮演的那個老人 或是那個照顧別人的那個 角色跟態度 那因為這樣子的個性跟特質 也會讓我們在這個工位上面呢 容易為我們帶來好運 跟貴人 比如說我們願意幫朋友 自然而然 朋友就願意幫我們 我們在工作上願意幫人 自然我們在工作上 就有種有貴人 它這次是一種 因為付出 而讓我們得到好處的 一顆星藥的代表 所以啊 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自己的天良心在什麼地方 自己是不是啊 總是在那個工位上面的事情呢 願意為別人付出 當然如果啊 付出太多有點痛苦 你可以稍微控制一下 最後啊 如果說有碰到三方自然 太多的殺技的話 也容易呢 因為自己啊 會善心做壞事 我明明好心要幫人 結果 越幫越忙 或越幫越糟糕 這個時候 我們自己就要注意說 或許你自己的好意 可能別人無法接受 可能對別人不見得是需要的 謝謝大家